大家好,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李浩德,在我身邊當然有施老闆蕭榮青先生 亦有延磊昌,Derek 第一節我們通常講多些關於政治相關的議題 所以第一節浩德就做下主持 當然這段時間世界局勢都很亂 但是我想大家其中一個比較關心 當然仍然是烏克蘭和俄羅斯方面的發展 最新這個星期我們見到其中一個大家會去探討 就是好像因為烏克蘭事件之後 部分歐洲國家都開始想想會不會都是加入北約 現在最新就聽到就是芬蘭和瑞典 關於整個歐洲的格局的轉變 師先生,或者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麼觀察和看法 基本上這次俄烏的戰爭 我覺得俄羅斯在歐洲的處境是惡劣了很久 本來只想要最好烏克蘭沒有加入北約 現在令到一些沒有加入開北約的芬蘭、瑞典 其實還有多兩個好像是奧地利和愛爾蘭都沒有加入 另外那兩個沒有聽到 但是芬蘭和瑞典 暫時他們都自身史外都不理不理 就很明顯轉變態度 芬蘭一向給我印象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已經是採取 是 他和蘇聯 蘇聯其實打過他一獲 但是最後都要過地球和 但是比世界看到蘇聯都不是那麼厲害 都要苦戰之下才贏到 但是之後芬蘭都很懂得做 之後有一個所謂芬蘭化的一個 就是說他在國外盡量順從著蘇聯 在國內就要壓制一下一些媒體 一些反對蘇聯的聲音 但是就保持一個中立化一點的一個 因為跟蘇聯應該簽過一些協議 因為照道理 芬蘭就近西方國家多過近蘇聯 因為他是民主國家 變成當時都採取這樣的態度 去避免跟蘇聯產生太大的矛盾 那就是 那個年代蘇聯的力量 當然惡很多 是大於現在 這次打一打烏克蘭 反而被其他國家一個覺得 你會不會將來打我 另一個又發覺他的實力不算很夠 所以這次俄羅斯是偷雞不到蝕渣米 所以施先生的說法就是 本來你想要令到烏克蘭無力化或中立化 不要再反對你俄羅斯 所以蘇聯入侵芬蘭想懲戒他 其實他最後的結果反而是令到 納粹德國或整個西方 發現原來蘇聯是這麼弱的 所以令到希特拉打這個蘇聯 但我相信今次芬蘭其實加入了北約或利 其實需要需時一年才加入到 因為現在土耳其很快 但我想土耳其應該操他 某個位置他都要站在那邊 但他這個也是可能 又是一個又會改變到歷史 即是他今次又是發現 今次又是俄羅斯很弱 令到現在是慢慢在那個合縱連環 即是外交上是越來越孤立 那這個芬蘭其實你見他 在歷史上原來所做的事 通常都可能會有這種煉意的效應 或者在歷史上都會有些比較大的反響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芬蘭這個選擇 是否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在現在國際形勢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多些國家北傑民處於中立 那個矛盾的衝突的機會 他難得本身就是北傑民和中立 現在他就要反應 要加盟 北約的力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會不會迫使俄羅斯挺而走遷呢 因為現在他某種程度處於劣勢 你說他會不會借這個機會干預芬蘭和瑞典呢 我認為機會不大 因為那邊已經搞到一頭煙 還未搞定 還弄多兩個火頭 他應該是分身佛力 所以我想芬蘭和瑞典的算盤都是這樣 想著你都搞不到我了 不如我就馬上和西方走 北約走一起 這樣的情況應該對普京來說 難落台 他會不會挺而走遷呢 那個機會率我覺得是大了 兩大勢力 如果其他人各自不參與 採取中立狀況 以及各自加盟一邊 第二種情況出現戰爭的機會會大一點 局勢升級 即是越拉越多支持者埋牙的機會會大一點 即是會不會引發終極一戰 即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說 需要打得大一點 終極一戰就沒有這麼快 但是應該叫戰爭近了一點 我覺得 我想現在戰爭 當然我們的所謂中立戰 可能是核戰 這個當然是比較遙遠一點 但我們見到現在戰爭已經有很多副作用出來了 可能糧食危機 可能有些能源的味道危機 不過是運不出去 通脹 其實如果俄羅斯懂得用西方這套 可能一種叫超限戰的模式 不一定要靠打著的 不一定要靠核武 但他都可以去令你 損害了你的利益或令你就範 其實俄羅斯都很精通這些策略或者戰術 所以這個對世界可能影響都會頗大 即是就算未去到核戰也好 合戰就未必這麼快 但是譬如你說 處於這樣的狀況 以及處於和平合作的狀況 整個世界的經濟應該的成本各方面都上升 應該我們這幾天都開始浮現出來 烏克蘭的戰事可能會繼續持續一段時間 未必會容易見到一個曙光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即是無論是對政治或者經濟 甚至金融市場通脹的壓力都很大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是會繼續拖延下去 還是會怎樣變化 還是大家都不要太大期望 現在戰爭是膠著 即是你說初初那段時間 我見烏克蘭還出來說可以 中南 那時候和談都談到似乎有些微目 但是俄羅斯一放棄信軍基庫 被烏克蘭看到他是處於小孩 即使再談條件都不同 俄羅斯我相信他現在最後的底線 就是要克利米亞和鄧巴斯 加約他 即是他在烏克蘭設了出來 加約他那邊 這個可能是最後的底線 但這個底線未開戰之前已經差不多有 現在他在軍事上的部署 想把克利米亞和鄧巴斯在南部 有六條連在一起 在南部建立一個通道 變成是一個由克利米亞直到鄧巴斯 一個片區都想納入俄羅斯範圍 這個是他想的 但是現在那個戰情也不是對他一面倒有利 之前好像他直攻基庫 其實無功而還 就回烏冬 但好像烏冬搞完一輪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企閒 那你見到他那個 那裏那個鋼鐵廠都搞了這麼久 你就知道他又想漂亮少少去贏 但他又沒有那個能力 即是剛才施先生都說到 其實他本來想著幾天之內 就可以攻陷守到幾乎 這個就流產了這個攻勢 其實現在連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 其實那個攻勢也都放棄了 所以我想大家人都有眼看 他的攻勢是幾差的 所以就希望 一方面當然 剛才先生說到 現在局勢會升級 比較緊張 但如果你看到俄羅斯已經這麼劣勢 可能再加上外交上 現在可能芬蘭、瑞典都放棄他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 又可以想可能 即是你都知道 要有一個力量對比 有不少時間才會放棄 如果大家交著 可能大家想拖下去 可以捱下去 我個人希望 由於慢慢出現這個對比 而令到戰爭 看看有沒有機會 其實我們都知道 一開始贏還是輸都好 其實俄羅斯都是想吞了 烏冬和卡尼米亞 現在他拿了六橋 可能再拿上烏克蘭 即是他沿海的出口 看看以後可否用力 繼續威脅他 繼續威脅他 如果他覺得 這個已經是一個 得體一點的下台街 可能有收手的 但當然你說要 烏克蘭是全心 很同意他去吞併 即是克里米亞、烏冬 這個又不可能 所以看看這個 會是一個真正正式的割讓 或者吞併 還是俄羅斯自己自吹自離 說我已經達到目的 但其實似乎是北約 有多人參與 好像相對 戰士都打了三個月 某種程度來說 烏克蘭戰爭 令到歐洲國家和美國 站在同一個戰線 即是在這場戰爭之前 如果說中國是想採取 分離自知 對待的方式 對待美國和對待歐洲 不一樣 而歐洲實際上在戰爭開始的時候 法國和德國 都有和俄羅斯保持交往 談判 能源交易 希望不是走美國想走那條路 現在實際上 和美國基本上聯合一齊 聯合一齊 結果不止畢約聯合一齊 還將畢約擴充到 跟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甚至印度 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組織 可能的對象是圍堵中國 雖然這件事發生在歐洲 但在整個全球的格局上 是改變了 同意因為去年北約也有些文件 他也知道歐洲 去年也不知道會打場這麼大的戰爭 他就覺得 北約的眼光應該要開始放在歐洲 或者跨太平洋地區的意外 其實當初已經說得很白 其實也是要應對中國 剛才我們也看到 其實施先生也說得很清楚 歐洲美國固然走在一起 你見其實組織上 有些東西已經把G7成員進來 再加上五眼聯盟 已經是令到其實在短短 這幾個月、這半年 其實令到以美國為首 這個同盟的體系 其實強化了很多 對我們自身一些 對中國和外面的關聯 是否接下來會更加複雜 或者更加兇險 我覺得 俄羅斯撐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這一役 就會削弱了俄羅斯的角力 去到一個都幾傷的程度 變了美國就更加容易抽到它的資源 力量 找到盟友 重回亞洲 所以就算烏克蘭的局勢 有一個結果 其實可能對中國來說 就會有一個新的變化 今集第一節 我們先到這裡 第二節回來 就會轉一轉話題 講多一點關於運觀經濟 和資本市場 我們下一次再見 留意Finance730頻道 有我施詠青 和你拆解孫子兵法